我们继续跟进尿妈记 一看牌头90度高公道歉 你知是好东西 亦如我们的分析 他出来继续说话 衰多以前重 当然错漏百出 现在尿妈记记是孖叉的孖 也可以尿猫记我改的 猫了 喝醉了 喝大了 全部东西我不想回答 这条我又不懂回答 这条我又不懂回答 这条我不想回答 这个决定是我妈妈的 我妈妈决定 找你老母亲出来回答 白痴仔 在那里骂 疯狂骂 相当没有诚意 亦掃到回避一些 可能会令自己更难堪的问题 全部避过了 耍太极的回答走 那些记者都尽力抢 最后鞠躬90度 做公关 被人拍照 那他就要向何太学 先把眼泪擠回来 先哭一哭 男人老狗都哭了 有东西去查 但现在都够做了 够被人做 第一 就是问到 是不是一直想隐瞒内地加工 这个事情 他说我不想回答 就说揭露这件事的不是我 所以我不懂回答 那些记者应该再 不关键不揭露这件事 是不是你的 现在你是不是想隐瞒 内地入货 这个事情 就渴望下去 看看他怎么回答 然后呢 继续后边人 再反哺追问 就是说 如果不是这次食安揭发你 以及你妈妈要决定 关闭工厂 这个品牌 是不是想着 骗香港人骗一辈子 是不是想着 骗了一辈子 他又不想透露 然后又说 那你那个工厂的实际地点在哪里 内地的工厂 第一 他说内地还内地 但是那个持有人 那个负责人是香港人 又用语言艺术 关你什么事 他是非洲人 印度人 什么人都不重要 现在就是问你那个内地厂房 在哪里 那些人就想知道 那他呢 诉到是回避的 从来是不愿意透露 那个实际地点的 后来也都三番四次 被后手再追问的不同记者 他说最终问到 他唯有直接就这一招 这个我不想透露 又不回答 你不知道出来干什么 你开记者招待会 你不是要回答问题吗 你不回答 他去了881做访问 现在这一段 应该结束访问 出来接受传媒提问 很多都是不回答 不懂回答 另外呢 隐瞒来自内地 继续被人追 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 隐瞒来自内地这件事 其实呢 大家是合理地错误相信了你的东西 全程序都在香港进行 下边又在狗潜 我不知道什么叫出产 和制造有什么分别 可不可以解释 什么叫香港出产 又什么叫香港制造 一直在耍太极 我未去查 但我一定会继续拍片 这里呢 我可以用个生动一点理解 香港出产 那就是个宝宝下来生 在香港的医院生出来 就在香港出产 但是你制造呢 你行房那一刻在大陆 然后一路怀孕 多少个月 十月怀胎 都是在大陆 直到生出来 那一个月才下来香港 这样解不解通 那就在香港出产 在香港生子 但是你的B 由行房那一刻 到怀孕 怀胎 全部在大陆 现在就是 大家错误地合理 期望你的富裕 是由头到尾 由行房那一刻 一路怀孕 一路十月怀胎 一路到差不多要生 到真的生 由头到尾 日一到生 都在香港进行 现在市民就是 错误地 相信你这件事 然后你说 我从来没有说过 大哥 你在暗示 用一些暗示式 去错误令人相信 某些东西 其实是很大劲的 这个人 看看他有没有后续 这个尿妈记 支持政府 严正 看待 这件事 大哥 他一路就说 违避 出产和制造 他说 食安 就说我们是香港出产 所以食安 说什么 就什么 我就想问 如果现在 你又说食安 说什么 为什么 那个尿太又出来 是 哭苦哭忽 反驳 食安 现在又说 食安 说什么 就是 还想继续博同情 还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久 都不澄清 那些记者 反问 这个廖山 又反问 记者 出产和加工 是有什么分别 他又可以 好像真的 假装 假装 他又找得很相似 现在是令市民 合理地错误 相信了某些事情 而你明知 也不去澄清 想着骗香港人 骗小 是不是这么容易 想大了 总之永远 做一些不易的事情 不诚实的 一定是有一天 总有一天 穿崩塌 排队 今天到你下一天 到第二个 总会有一天 现在这一天 便到他们的门前 继续说 为什么之前 又不澄清 我们铺 生产富裕 他一直强调生产和製造 他说不明白 我不知道 他说 那些客人看到我们生产 我应该要说什么 还问一些记者 我应该怎么回答 我应该怎么回答 真的激到生产跳 不断反问记者 什么叫做出产 什么叫做制造 但记者在场 没有一个 可以回答到他 原来这招都挺高的 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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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记者好像不敢后面皮 对他 而且 尿猫 一只猫的猫 俗称猫了 就是飲大了 这个猫也是暗语 去出猫 尿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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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 之前是用加拿大黄斗 製造 现在又如何 又避痰了 一夜游花圆 又游走了 没有回答到 又问 是不是倒闭的 还是 扮东西又重开 我用回 生动一点 是不是 会不会倒闭 还是倒闭 等会又重开 你说清楚 记者这样问 他说 看不到重开的可能性 另外 再补充 是妈妈 说要继续 那些人 听到火烧滚了 真是上了 回收 就说 我们有做的 有做回收 但他有没有强调到 有没有退钱 如何退钱 还是收回 原价退还 还是怎么样 这个都不去跟进 他有没有 另外 他根本是很不诚实的人 例如 解散员工 那些人说 你们不负责任 那实际 你们解散了多少的员工 那你就给个实数 7个就是7个 8个就是8个 6个5个 他说不超过10个 就是多少个 就是1个还是9个 廖山 就是1 2 3 4 5 6 7 8 9 是多少个 请问廖山 应该这样回答 什么叫不超过10个 马上去 他说 如果我是记者 我也上头 如果我真是现场 廖山 让我问一问 廖山 你已经有很多东西 在隐瞒回避 被谈 为什么连解散员工的人数 实际几个都不肯 正面回答 你究竟有没有诚意面对 这一次的记者会 究竟是多少个 廖山 1个 2个 3个 4个 5个 6个 7个 8个 9个 多少个 立刻就吊下去 这个垃圾 真的 因为我们这么生气 就是有一帮人还瞎他 我们跟这件事 由头跟到尾 我应该是没有错过的 现在 包括我已经预测他 这个记者 记招 是浪费 他越说越坏下去 这次 你连解散多少个员工 都不肯 答一个实数 他有多大的诚意 我不知道他出来做什么 这个廖山 说到把鬼火 回收 其实很多货 都已经被人吃光了 市面也不会太多 因为都没有什么人买 他强调 不知道他有没有说谎 如果说真话 我们就猜中 因为真的零售 没什么人买 他是炒车 炒在批发那里 批发那些 不会再和他拿货 他那个伤亡是惨重 因为他应该不是批给一间酒家 应该很多间酒家都会和他拿货义 那些酒家就惨了 那些酒家会不会告他 如果万一有个食客 你知道他那些 有什么富豪饭堂 有个食客大支东西 他就先向酒家追讨 那些酒家被人追讨 我追讨回来 所以他是十万个原因 要立即接下来 阿婆走得快 一定有古怪 他说我们自己的 好低货我们都扔掉 那些人说 当然了 毁尸灭职 大佬 流出使命货很少 有一个位置很少 有人继续追问 如果万一 市民持有了 你有事的附与 应该怎么处理 应该是扔掉 照计 在那里 久前就是杀菌 那些 又是记者自己不专业 就问错了 他就好像打官司 执着一个杀菌的点 就在这位置 那些记者 又傻傻傻 又不懂得 如何反驳 就进了他的控制 其实 记者想问 后来也有很多人是补问 他一直又达专业 赋予不是杀菌 然后他就说 除了煤菌 我都不记得了 那个包菌 有一个亿菌 但他就说不出名 那就太好了 然后大家实际 具体的问题是 当市民 假设买了一瓶 已经受污染的浮雨 即是本身已经变坏了 应该怎么处理 只不过 那个记者后面又补充了杀菌 建议市民放雪櫃 现在大家就是 狗潜在 那瓶已经坏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其实标准的答案 就是扔掉 要不拿回收 要不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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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 叫人放在雪櫃 又是笑碌的 那你放在雪櫃有什么用 那些东西本身 已经扣了一些害菌 腹育 就是要扣一些益菌 令到它有那些好味的东西 但也在这个生产过程 同时会出现到那些坏菌 只不过坏菌 食安是有一个界线去接住的 你不超过多少呢 就OK的 其实就是这样 如果你买了一支 它有三个级别的 满意 上可 不理想 如果买了最差的 那你放在雪櫃没用 你还叫人放在雪櫃 好像这个廖山自己理解错误 而记者一问 也问得不好 两边就 大家就 错斗错 真是好笑 另外 他带了出去 就说 其实卫生情况 一直都跟食安是 紧密合作配合 配合食安的指示 就说 本身没有问题 他可能近期天气热 就怪责个别的销售点 不知如何保存它的富裕 那里就是这样 最好笑 他不是声称 在室温内可以存放很久 原来又要回去放雪櫃 尼山的理解 不是买了一盒已经变坏 是买了一盒正常的富裕 应该怎么处理 放雪櫃 但是也是笑话 因为他自己声称 富裕的制法 其实是可以在室温保存很久 只要未开封之前 那些人就说 你又要放雪櫃 这么搞笑 大家自行去听 记者问 假设那张富裕已经变坏 应该怎么处理 而尼山接收到的是 市民买了一盒正常的富裕 所以应该放雪櫃 显身错漏八出的对答 大家自行去听 另外最好笑的是 一切都是跟食安的新闻稿 我当日不在 所以我不知道 如果我问 就立刻问 如果跟食安的新闻稿 为什么廖太太出来出来 乱说24 那你就死定了 为什么廖太太 又会跟食安的指示 做了一篇出来 有人这样问 廖太太说是两件事 在搬隆门 两件事 说一大轮花园 他就自责了 就怪责自己 其实都是我们做得不好的 我在这里向食安道歉 期间 速度回避第三箱 那一箱的所有提问 是回避了 包括廖太太在东章 反指控食安 教他们做一箱 而这一条片 也令到一群 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 那些傻人 就有信 真的很容易欺骗 现在我觉得 网民或者香港人 真的很容易欺骗 你够胆出来欺骗 即是随时欺骗到 不过警告你 香港是不可以犯法的 犯法你是要受的 不鼓励任何人犯法 只不过 举一个例子 因为太容易欺骗 因为太容易欺骗 俗称电影有句 这些傻人 我不欺骗 就被雷公砍 但不要 你要受的 到最后 没有了 完了 我的笔记 所以 早上没开声 有时会 沙的 沙点 我没事的 就是这样 这个尿妈记 还可以更进一集 看看今天 夜晚时段 还是明天再做 有些突破性的东西 否则可以更进一集 总结整件事 看看大家怎样看 不知道撑过那些 其实被我拼了 这些人已经浪费 连做过网民的资格也没有 你这些人 盲撑尿妈记那些 仍然有理性判断的 一群网民 看看大家又怎样看 这件事 成为一个笑话 八年老店 变成八年老老 老残的老 八年老店 不懂读证音 总之一口笑话 一个笑话 简直这个 食安 揭发出来的 尿妈记 符语 原来八年老店 都不知识了香港人多久 那些人说是长达三十年 现在这样走 那些人不知会不会 继续向他追讨 真是好笑 现在他还出来 进一步刺激了市民 已经不是网民 市民 欺骗全香港人 我没有说过 这样也可以 我们不多说了 在这里结束 记得按订阅支持一下 谢谢收看